我本來一直以為 就是台灣有 21世紀有七大這些迷思 那現在其中一個終於被破解了 你知道這個謎團就是 台灣進口了這麼多的萊豬 可是我們從美豬 萊豬 可能我們從來都吃不到美豬 萊豬 我們一直不知道跑哪去 我以前一直以為是 因為你看我們今年就進了一萬多公噸 然後結果進了一萬多公噸 市面上沒有半家在賣美豬 那所以我們的業者腦袋有問題 每次進來之後就把它扔掉 不然的話 為什麼進來一萬多噸都沒有下文 然後現在終於查出來了 可是大家以為是查出來了嗎 請注意我們現在查出來十萬多公斤 聽起來很多對不對 十萬多公斤才一百噸 我們進了一萬多噸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只查出1% 還有99%不知道流到哪裡去 我們不曉得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這個廠商不只是單純標示錯誤而已 你美豬冒充英豬跟加拿大豬 那個價錢就差多少 我講實在話 如果是特別是一種民種豬的話 那個價錢差更多 所以這是非常惡劣的一種行為 然後食藥署現在還陣陣有詞 我跟你講前兩天要不是把那個抓到的 那個肉拿去驗說這兩天會得到答案 我當時就說跟你放心保證 一定不會驗出萊克多巴胺 你看事實證明了 驗不出來 理由很簡單啊 因為美國廠商現在都知道 他在豬要出口之前 要宰殺之前 他都會先放個幾天 就讓他那個萊克多巴胺去化掉 所以你驗不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食藥署的定義是什麼 我只要驗不出來他有萊克多巴胺豬 他就不是萊豬 可是抱歉 我認為只要吃過萊克多巴胺豬 他就是萊豬 對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這是認知不同 那誰在認知作戰 我就不知道 那我覺得食藥署最好笑 薛業員竟然講說 我們都有給地方政府帳號密碼 給地方政府帳號密碼 好像都不甘你的事這樣 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開始說的謎團 我們進口了一萬多噸 可是市面上一家都沒有在賣美豬 結果你食藥署都不覺得奇怪 你食藥署為什麼不去查 正常的食藥署應該覺得說 明明我進了這麼多美豬 為什麼沒有人在賣 那我要去查這個郵項 結果不是 結果是地方抓到了之後 你趕快說我們配合你抓的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跟NCC一樣不告不理就是了 是變這樣嗎 食藥署這是你基本的職責 你要負責廠商 不是廠商進來之後你就不管他了 你還是要負責監管 你開什麼玩笑 那現在食藥署其實擺明跟妳講 我就是擺爛 我就爛 不然妳怎樣 反正他現在就是除非出問題我才要查 沒出問題我就不查 為什麼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是美國爸爸的東西 他就是要幫美國爸爸推銷這些東西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美豬本來就比台豬便宜很多 結果我們為了要讓他進口 我們居然還補貼他3億 請問為什麼要去補貼他啊 你有這3億元你補貼台灣豬農不是更好 那結果為了 你還要刺激廠商願意把美豬進口 為什麼要刺激他進口 他本來就比我們便宜耶 那為什麼他不願意進口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美豬沒有人要吃嘛 大家都不想吃美豬嘛 我第一個講 美豬口感本身就比較差 就比較不好吃 然後再來你又有萊克多巴胺的疑慮 那而且萊克多巴胺的疑慮 當年還是你民進黨教我們 不就是這樣嗎 不然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萊克多巴胺 所以這一切都是民進黨造了孽 然後民進黨自己造了孽之後 現在又被美國爸爸挾制 要當美國爸爸的售貨 天天幫他推銷萊克多胺租 我真的覺得這個政府如果不趕快換掉 我跟你講我之前認為 我在你們節目講 蔡英偉已經湊了4毒了 他馬上就要第5毒就要出現 我跟你講保證 下一任賴清德一定接力繼續再弄進來 之前恐怕不只5毒 搞不好10毒都要把你弄進來 這個政府很惡心 我們缺快篩他賺快篩 缺口罩他賺口罩 缺疫苗他賺疫苗 然後我們缺電綠能發電他綠能發財 缺蛋他搞個五十萬的公司 他又要賺蛋 缺豬肉 他要再賺豬肉 這補助裡面沒有貴 缺貨氣 他要賺貨氣 無路加出來 都很大條 他什麼都要賺 那整個你七月就已經知道這些數據 你為什麼九月才給地方去查 你還我們多吃了兩個多月 好 那三億的補助就表示要補助五萬噸 五萬噸 那我們不講五萬噸 就到九月 已經進來一萬兩千多公噸 就是兩千四百萬公斤 兩千四百萬公斤 各位 你現在所看到的 你我他 我們每個人 到九月 我們已經吃下超過半公斤 進口的 美豬 這樣有嚴重嗎 這樣沒有嚴重 你知道為什麼美豬 當時我們顧慮就是會影響 他進口蛋 你看他就把整個蛋農的產業 搞掛了 很多人不養蛋 嘉義 彰化 很多蛋農我不養 我不會合 那飼料漲價 你飼料不管空 你不補貼 關稅你不減 然後你偏偏去進口巴西的蛋進來 打趴了我們的蛋農 好 現在一樣 豬農一樣 你知道嗎 萊克多巴胺的豬 跟沒有有吃沒有吃 我們台灣的豬 也是美國的品種 所以你說美國豬 變台灣豬是怎麼樣 它是美國的種豬 拿回來打生的 為什麼 它的漲漏率比較快 可是在台灣 因為你沒有萊克多巴胺 所以你的漲漏率 又比在同樣的品種的豬 在美國比較慢 你要養150天到180天 平常通常我們這邊是養180天 那你在美國 如果要漲到一樣100公斤 他只要155天 他少養了25天 就有萊克多巴胺跟沒有萊克多巴胺 你看少吃一家底 少吃了你25天的飼料 你省多少成本 再來25天的管理成本 你提前25天就可以出貨去屠宰 所以他們相當有競爭力 你還補貼他1公斤6塊錢 那你不是要打趴這些豬農 養豬公會 我跟你說 如果你不出來講話 以後我就沒有聽你了 你每天要控制 你都會去找我 你知道嗎 他會說你比較會說 你比較會會 他沒會 你不可能這樣 你整個把整個豬農 整個產業 現在我們很多豬農都想要升級 你不要看他們養豬 他連飼料 還有刀 都主動的 那大家也在想說 怎麼去控制成本 然後讓消費者吃到最好的豬肉 你現在不是 美國的利益 你源頭不管控 你7月就掌控到名單 你到了9月才給地方去查 你什麼意思 然後說這是我們的功勞 我們掌控 不要來這途 你說白菜的都不會流汗 所以整個你要了解說 我們這一次 他為什麼要補助 但為什麼要補助 所以去查看這間公司 淨口的這間公司 到底什麼 哪個公司領了最多的補助 跟民進洞又是什麼關係 因為豬農已經在講 我去肉店 我到傳統市場去 連那個肉店 台地的 小姐 那小姐 你去講 補6塊 我們怎麼又挖下去 他本來就成本比較便宜了 他進口進來 又可以洗產地 又可以把它洗成 跟我們台灣豬一樣 你又補貼他6塊錢 你叫台灣的豬農 這個整個產業下來 然後這些因實的商人 我們台南的肉色飯 我跟你講 你說我會吃到賣了 台南的肉色飯 它是真的台灣低 而且從一斤 一台斤35 去年漲到70 今年回到55塊 成本漲了60% 但是他 他不是說55你去買就有 你要先拿10萬或15萬去 然後他送貨送貨送貨 送到你15萬拿完了 你要先把錢匯過去 是欠了 大家在唱台灣豬 現在尤其又 你們這樣補了 大家都會怕進口豬肉 所以台灣豬會更夯 以前我都勸大家說 你要煮 你只要到傳統市場 買溫體豬 補正不來可多吧 可是包子水餃肉 說完煙錢 我剛才還在車頭 買一支大蠢包小蠢 95塊 一支95塊 大蠢包小蠢 我現在又告訴他 我慘了 那支煙錢一定 不知道是 敢是真靠的 我也不知道 美國豬肉 所以你要 我跟你講 我們 你要平易物價 我們支持你 可是你這樣會搞死 就是整個養豬產業